谁也没想到 好声音转身一次竞要50万 如果不是参赛者亲自爆出内幕 谁也不知道选秀节目的水到底有多深 因为参加过节目的博主自爆 其实好声音的转身的次数都是明码标价的 赚一次椅子的费用高达50万 只要花钱就能晋级 本以为这些都是江湖传言 可直到陈奕迅亲自下场承认 我才明白 选秀节目背后的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 有听那么多 就是那些又说黑 就是那么多很酷 我又很想进去看一下 到底有多黑 为了一探究竟 陈奕迅直接来到好声音的节目现场 并担任导师 原本想多发掘一些好的歌手 可没想到导演组的操作 直接让陈奕迅大跌眼镜 在盲选阶段 陈奕迅就遇到了一位女选手 虽然唱得还不错 但实力并不足以让她转身 有一个学员 他唱OK的 不错的 但是 没至于我按下去 三个导师都是没按的 看到其他导师也还没按 陈奕迅也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就在此时耳麦里传来了导演的声音 他问我 他说 你们刚刚那个觉得怎么样 唱得怎么样 我都OK啊 那咱喊了一句 就这样 这位选手就因没人转身而被淘汰了 可没想到 不到一个月 陈奕迅竟然再次在台上 听到了这个熟悉的声音 这把声音有点熟 听到 我都会怀疑 你讲不讲得的 死了 你讲得假 你讲得假的 我都会怀疑 究竟他为什么会出现 要知道 身为歌手对人的声音是很敏感的 于是陈奕迅断定这个人 就是上一次被淘汰的选手 而这一次导演 直接命令陈奕迅按下案件 但陈奕迅并没有按照导演的要求 而是在节目结束之后 找到导演询问真相 可导演却只留下一句 不想来莫人才 其实 不只是陈奕迅 李文也曾当众揭开过好声音的黑幕 看到自己组内的学员 因节目组的不公平对待 而不得不离开舞台时 一向好脾气的李文再也按捺不住 直接当众怒斥导演组 直到这时大家才明白 原来选秀节目根本没有公平性可言 明镜与点点栏目